花林县福111年度幸福花莲中秋节生活物资 25号在吉安乡吉安国小活动中心 以及花莲市中正体育馆开始发放 而这一次从8月25号起到9月2号 全县13厢镇市开始展开 预计发放2335份白米 而县长徐正伟在社会处长陈家富的陪同下 到场关怀乡亲并亲手发放白米 花莲市政府111年度幸福花莲中秋节生活物资 25号现代许正伟并且前往吉安国小活动中心 以及下午的花莲市中正体育馆 而这次从8月25号到9月2号 全县13厢镇市将将是进行展开 预计发放23355份白米 现代许正伟大力倡导联合国17项永续发展指标 从去年开始花莲市政府三节生活物资发放 白环保编织带不再提供替代 民众领取的时候可以重复利用环保编织带 落实代代回收循环用 减速生活好轻松的政策 达到减速减费的目标 若无法指定领取时段到场领取的民众 现代部已经协调各乡镇施工所 额外增加5个工作日领取 民众凭领取通知单 并且盖上印章或签名 以及填上手机号码 到各乡镇施工所指定的时间 以地点来允许 记得交易滑车了